2007年10月5日晚,杨家到上海旅行,晚上骑自行车观赏上海的美景 在行驶至浙江西路出口站时,被两个巡逻民警叫停 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停车,因为自己没做违法的事也不怕 警察给杨家敬了一个礼,说道 同志你好,请您出示一下个人证件 杨家被警察突如其来的检查弄得有点懵 就问,我怎么了 警察说,我看到你的自行车没有牌照,所以觉得有问题 合理怀疑你的自行车是经过不正当手段获取的 所以请您出示一下相关证件配合我们检查 杨家想,在大街上这么多人都骑着没有牌照的自行车 为什么单独来查我呢 是不是就因为我的说话口音不是本地人 歧视我们外来人口,所以心里不由的产生了一丝抵触 再说了,作为中国的老百姓,有几个人天天把身份证户口本 所有相关身份证件都揣在身上的呀 这时候杨家说话就带有一丝怨气 这路上这么多人都骑着没有牌照的自行车 你们凭什么抓我呀,我犯了哪条法了 警察说,因为你没有相关的证件 所以麻烦您跟我们一起回到局里进行调查 虽然杨家非常不情愿,但是也没有办法 只能被警察胁迫着带离了现场 一同跟他们回到附近的派出所里 回到派出所以后,因为没有刚才那么多的围观群众 警察的态度有些有恃无恐 如果杨家要是认罪态度好,积极配合警察工作 马上交罚款,可能他就没事走人了 在中国骑自行车不上牌照 这个问题一直游离在法律边缘 很多人都没有牌照 但是他们也都在路上正常骑 所以杨家觉得自己没事 再加上警察态度不好 所以他的火气也非常大 拒不配合警察 这帮警察平时跟其他人也牛逼惯了 觉得平时都是他们说啥就试啥 哪有人敢跟他们反抗 他们以杨家拒不配合警方工作 暴力反抗警察执法为由 把他靠在了刑讯椅上 一般被靠在刑讯椅上的都是罪大恶极之人 比如杀人犯、抢劫犯 杨家想 我只是骑了一个没有牌照的自行车 即使是你们怀疑我偷了 但是你们没有证据 这样我只算是嫌疑人 但是你们这样对待我 这还有没有人权了 你们到底讲不讲法律啊 派出所警察说 哼,法律 我们就是法律 到这儿就得听我们的 你小子不是横吗 今天就给你掌掌教训 说吧 拿着警用高压电击棒 对着杨家的下体 一阵撕心裂肺的喊声 杨家大吼 你们这是干什么 你们这是刑讯逼供 你们这样做是犯法的 他哪里知道 公安局这帮人是共产国家的暴力机关 也可以理解为是党的武力执行者 在这里哪来的人权 哪来的法治 还拼嘴 好的 那我们就好好犯法让你看看 又连续了几次 痛楚从一点马上变击全身 杨家再也忍受不了了 昏死了过去 在当天夜里至第二天凌晨 接受了无休止的刑讯之后 警察最后又没有任何证据 指向杨家的自行车是偷的 所以把他释放了 杨家返回了北京 但是接下来的日子 他发现了自己身体的某些部位 产生了问题 男人最重要的器官失去了他的功能 杨家随后去医院检查 被医生诊断为生殖器无法正常勃起 永久丧失了生育能力 这一消息对任何男人来说 无疑都是青天霹雳 随后他通过信件 以及电子邮件等方式 向上海市公安局 眨委分局的监管部门进行投诉 他的诉求是开除当天 对他进行拷打的警察 并要求警方对他的损害 公开赔礼道歉 和要求得到身体和精神方面的经济赔偿 杨家经过多次的信访 上海警方派出了一个代表 前往北京与杨家进行调节 最后他们赔偿了杨家1500元人民币 并声称 怨要不要 如果以后再闹的话 就给你抓起来 对一个男人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 只赔偿了1500元人民币 这显然是任何人都不能接受的结果 2008年6月12日 杨家返回上海 并在浙江西路派出所附近租住进了一间旅店 随后又买了催泪喷雾剂 担任到打火机 瓶子 汽油等物品 在经过几周的仔细的观察和周密的部署后 2008年7月1日早上9点多 杨家带着自制的燃烧瓶前往渣北分局 他首先选择在天目西路处的警车停放场 投放了两个燃烧瓶 但是可能由于制作技术的原因燃烧瓶的燃烧效果并不非常好 没多一会火就自行熄灭了 他一击不成又生一击 随后又去渣北分局正门附近的花团处投掷了剩余的燃烧瓶 这次燃烧的效果非常好 不一会火势就大了起来 在不远处的保安发现这里着火以后马上过来救火 杨家则声东击西 利用保安离港之际顺利潜入警察局的大楼 杨家进入警察局大楼以后 发现还有一个保安在大厅处 但是这个保安正在接打电话 没有发现他 趁这个好机会 杨家手持弹刃刀 用力敲击其头部 顿时保安头部鲜血直流 丧失了战斗力 把外面的小喽啰处理了以后 杨家随后进入警察局的内部 又在大厅的走廊里看见了四个警察 杨家手起刀落 直逼要害 刀刀致命 这四个警察由于失血过多 当场死亡 因为杨家是冲着警察来的 刚才那个门口的保安 他并没有置于其一死 但是就是这个受伤的保安 见杨家进入了大楼内 马上拨打了上海市110 总报警中间的电话 随后上海市公安局 部署了巡逻车和特警 马上包围了警察局大楼 并派出特警进入 进行搜捕 而这时的杨家 已经成功地 渗入了敌人的内部 他继续乘坐电梯 在一路过关斩将 击伤了几个小楼落以后 杨家随后乘坐电梯 到达了九楼 杨家在九楼十楼 又击杀了两个警察以后 继续通过消防通道 抵达21楼 并在21楼的2113办公室门口 刺伤了等待电梯的两个警察 但是这时杨家已经一路 从一楼杀到20楼 体力消耗过多 战斗力明显下降 几个警察用手边 能拿得起的东西 比如办公椅 调照 脱布椅类的东西 依托办公桌 以及其他障碍物进行反击 这时的杨家 已经是强弩之末 豪虎架不住一群狼 很快 由于体力不支 被越来越多赶来支援的警察 所包围致服 不一会儿特警赶到 将他靠离了现场 在这场战斗中 杨家刺死6人 刺伤5人 在随后的判决中 杨家并没有因为自己所做的事 产生的严重后果 表示恐惧 反而表示自己 没有任何精神问题 这就是他想做的 只不过 去的时候 没有想象到有这样的结果 这里他所说的结果 是比他预想的死亡人数要少吗 还是高 这个大家就不得而知了 法官对杨家询问 是否为自己杀了这么多警察的行为 表示后悔 杨家则像一个汉子一样 表示自己对自己做的事情 不后悔 杨家杀死了 作为中共暴力工具的警察 中共高层震怒 发誓要将他从众从严处理 到了这时 中共的司法系统效率极高 随后 在当年的2008年11月26日 杨家被执行了注射死刑 当年28岁 杨家说过 有些委屈 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 那我宁愿犯法 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 你不给我一个说法 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杨家的母亲说 他在我心中是与我相依为命28年的儿子 我的终生都会想念他 我很理解我的儿子 在这件事上 如果我早知道的话 我不会让他用这种方式去讨说法 但是杨家用这种方法去讨说法 我了解他 他是一个合格的公民 用正常渠道去走 走不通 公检法中的不规范 不仅是杨家体会到了 很多人都体会到了 我的儿子对社会负责了 他去追究了 我现在为什么这么坚强的活着 也是为了让大家更多的了解杨家 也更多的了解这件事情的真相 从杨家击杀警察的过程 可以看出杨家的目标很明确 对准的就是最强的群体警察 而非普通的民众 在袭击的过程中也并非滥杀 他只是袭击男警察 对女警察一律放过 甚至只杀35岁以上的警察头子 放过刚从警校毕业的那些估计良心 还未完全泯灭的年轻警察 从他选择7月1日发起袭击的日期来看 针对性也很强 就是对着中共这个腐朽的极权体制爆发的愤怒 而且被捕后他毫无畏惧 这都说明他的价值观并未扭曲 不是变态 不是报复社会 他的行为虽然也得到了网上很多人的认可 但是我是一个不赞成使用暴力去解决问题的人 为什么网上有这么多人力挺杨家 就是因为中共的暴政 使普通老百姓敢怒不敢言 他们很多人做梦 都想像梁山好汉一样揭竿而起 但是又由于自己的胆小和现实的无奈 选择了忍气吞声 冤有头债有主 出门右转是政府 杨家的报复行动 相比于那些自己受到欺压之后 还欺压比自己更弱小的人 甚至是对手无寸铁的孩子发起袭击 打到发泄不满 报复社会的人来说 杨家的行为的确算是狭义之举了 这次事件中死亡的警察 他们既是施暴者 也是受害者 当初他们宣誓要把生命献给党 没想到有一天誓言真的应验了 他们就像党的一枚枚炮弹 党从来没有把他们当做自己人 当他们对准目标发射了以后 目标被摧毁的同时 他们自己也将粉身碎骨